一进入到东北季风 供辽地区就会有长达三个月的时间都在下雨 在这样潮湿多雨的情况下 很多人行道也容易长青苔造成失滑 会顾及用路人安全 区公所每年都会进行养护作业 针对桥梁 公园等公共场所的人行通道 加强清洁和止滑 希望新的一年除旧不新 也让民众安全更有保障 可能我们到过年的二三月的话都会进程多雨 因为东北季风的影响常造成多雨的气候 所以常会造成我们包含墙路面我们的一些失滑 包含我们会有一些青苔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们在年末的时候 我们也针对我们的桥梁 来针对我们的清除我们的污渍 还有针对一些防滑的部分来加强相关的一些维护 对边跟福隆 福隆国小旁边 我们是起步道而已 还有没有本南级的那种标销 不会 没有这问题 那用什么洗 高压冲洗机 两人一组用高压水柱喷洒 将桥上的人行步道进行清洁 避免民众行走发生意外 这里是供辽区的供辽大桥 每年都会进行人行通道清洁 可以看到原本布满青苔的石砖 经过清洗后色差很大 空手每年都会进行清洗 确保用路人安全 那我们针对我们区内的桥梁 也会定期来检视相关的一些安全维护 此外针对我们一些 人走的相关的人行步道 包含公园 相关的一些步道的话 也会来加强相关的一个清洁的维护的部分 避免行人或受到相关的一个损害 也加强我们安全的一个部分 供辽区长中耀雷表示 供辽地区常年潮湿多雨 又有靠近沿海地区 许多基础建设都容易湿滑掌青台 因此在年末也会进行桥梁的人行道 维护及清洁 还有加强防滑 另外公园的步道也会定期进行维护 保障民众行走的安全 借成为共聊采访报道